在眼睛的控制部分 我們在眼睛的前面 前方 再有點距離就可以了 再做一塊像眼罩的結構 做一塊像眼罩的結構 我把這個倒角拿掉 這樣好像比較容易算那個尺寸 5乘以12 然後裡面做兩個圓圈圈 這兩個圓圈圈跟我們的眼珠的中心是對齊的 就是從這個角度看它剛好是對在這裡 剛好對在這 這隻右眼已經做了 我們來看一下左眼 左眼眼睛要跟著這個圓做移動 所以constraint look at the constraint 看著它 那看著以後呢 有角度問題 軸向問題 它有一大堆軸向問題 然後還有 它的看的世界方向的問題 我讓它世界座標上是這裡 嗯 我們看一下用 look at 好 好 那 這個 這個point 十字的point 是用來固定住位置 就是 因為我們眼球 現在呢 所有都link在這個板子上 那我運動的時候 我可以希望是 它是一起動 它是一起動 然後呢 也可以單獨動 它是一起動 但是也可以單獨的位移 好 所以 會比較容易 嗯 控制 那 剛剛有一些奇怪的方向 可能要看一下 其他的軸向的問題 欸 OK了 好 好 那一樣的 其實這一片 我們可能要在頭的前方 也要留一個 另外一個 輔助物件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這一個我把它 顯示的不太一樣 那 box 這樣子好了 這一個把它放在這裡 那 這個呢 命格在頭骨上 好 可以確保它永遠會回到 就是它不會再動了 好 你也把它鎖住最好 那 這樣的話 要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是做了這件操作 如果你沒有做控制器 而是用手動做這個操作 想要回到原位 Auto A 對齊回來 好 那 中間這個小的point的十字 也是一樣的概念 我如果單獨操作一隻眼睛 那想要回到原位 對齊回來 好 但是你其實做動畫的時候 大概 呃 不太會需要這樣的一個操作流程 好 然後look at 軸太長了 那小線只要看到矮眼 自己去 運動控制面板 你看 look at 的這個長度 好 它的viewline的長度說短一點 好 還不夠短 因為這條伸出去實在有點矮眼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一下好了 呃 10就好了 好 好 ok 那 眼睛也都ok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準備做一點簡單的設定 就是reaction manager要開始了 好 那 animation reaction manager 那這個開始設設 其實最好是這些都準備好 不然 你一旦開始設定 呃 很容易最後就不知道在幹嘛了 很容易 非常容易 然後我想把這個界面搬過來一點點 因為有一點遠 不好操作 OK 這樣比較好 在這個畫面上比較近一點點 那我在操作上比較好操作 主要是為了這件事 好 那先到這一段 就是 看著 聽喔 看著 看著